哦,因为是一台手机,所以它也是可以被关上的 你也可以像剧中这样子打开 好的,欢迎回到GAS的看一期少一级的玩具评测视频 那么今天我们来继续介绍这个 CSM的电王腰带 还没有看过上一期的同学呢 可以看一下这边的AB号去看一下上一期 那么这一期呢,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下它的配件 就是这个,Katalos 也就是电王变成Climax Foam和Liner Foam的强化道具 外观的介绍呢,我们在上一期也讲过了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玩法 首先呢,是这个东西的可动部分啊 这个耳朵呢,是可以这样子收进去 然后因为是一台手机,所以它也是可以被关上的 你也可以像剧中这样子打开 开关呢,藏在左下角,往上一拨就会启动 同时呢,这个按键会发光 那么这里有一个 我个人觉得涂装上面非常厉害的一点 就是这个按钮啊 你正常看它呢,是一个银色的不透光的涂装 但是如果你按它呢 对 它这个红色的LED呢,是会透出来的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酷 那么再来讲一下它的单体音效玩法 首先呢,这边的所有按键都是可以按的 只按这个通话键的时候呢,是会显示一个来电音效 然后再来电音效的时候呢,再按一下这边的通话键 它呢,就会随机触发一段语音 然后这个可以触发的语音呢,一共是4句 之后呢,再给大家慢慢演示 然后呢,再长按这个通话键 听到这个MOMOTALOS喊了这个TECOMOIDA之后呢 这个手机就进入了一个台词模式 跟这个腰带一样,它也是有这个 成音效模式和台词模式的 那么进入这个台词模式之后呢 进行所有的变神操作都是会想起台词的 当然想要退出这个台词模式也很简单 只要再次长按这个按键 MOMOTALOS就跟你说拜拜了 应了一个DIN LATER标志的这个按键 按下去之后呢,是触发BGM 可以触发的BGM呢,一共有两首 第一首 第二首 想要停下BGM的时候呢,就按这个挂断电话键 BGM就停下来了 然后看到下面这12个按键 这12个按键呢,是可以单独触发语音的 触发方法呢,也很简单 只要按一下这个按键 再按一下通话键 这会触发对应颜色的一模神的台词 当然呢,也有一些特殊的组合按键 比如说我们试试这个 321 然后按一下这边的通话键 3,2,1 再按一下这边的电来纳 就可以触发这边的特定语音 顺带一几 如果你乱按的话 它是会默认触发 你按的最后一个按键的语音的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 收录的语音一共有20句 那么它的单体玩法就只有这么多 我们来把它跟腰带进行一个联动 在跟腰带联动之前 要先把腰带上面的外框 这样子硬抠抠下来 这个腰带 对准腰带上的槽 这里要稍微用点劲 不要怕弄坏腰带 再把右边的部分压下去 可以看到这边缩下去的两个小耳朵就弹起来了 那么我们先来试一下climax form的变身方式 最后一排的按键 竖着按下去 然后按下通话键 再按下这个发光的按钮 最后把它放在腰带上面 这个时候再去按这边的按钮 也是会进行一个语音的触发 可以触发台词一共是13句 如果在这个状态下 再去按这个按钮呢 那个变身的音效呢 就会再想一次 也跟剧众一样 在这个状态下呢 也是可以刷这个pass 来进行必杀释放 那么要触发机呢 也跟剧众一样 按一下这边最大的按键 变下pass 顺带一提啊 这个必杀呢 是从这个腰带里面传出来的 我的腰带呢 是开着这个台词模式 所以刚才 其实我们手机没有开台词模式 刷必杀呢 也可以听到这个 摩摩特洛斯的声音 那么其实看过电网的朋友都知道啊 climax form呢 是还有一个升级形态 叫做 ture climax form 就是加上了那个 齐格的翅膀 这一次呢 我们的catalus 也是收录了这个 ture climax form的变身音效 触发方法呢 也很简单 啊 只要我们打开这个 台词模式 天空堡里达 再按刚才的变身方式 先装到腰带上面去 然后再按这个按键 那么这样呢 就变成了 剧场版里面那个 ture climax form 因为是ture climax form 所以自然也收录了 这个齐格的音效 那么齐格的台词呢 一共有6G 那么刚才说的呢 都是先在这个手机上面 进行操作 然后直接把它装到腰带上 进行的变身 如果你们想还原那种 从一开始 就把手机装到腰带上 然后刷pass 进行变身的 climax form 也不是不行啦 我们从一开始来进行操作 先直接把这个 ketalos装上去 右边也要卡进 这个时候呢 按下这边的必杀按钮 就会响起一段台词 同时LED也会发光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个腰带插上 响起变身音之后呢 直接刷pass 那这个呢 就是用这个pass 变身成climax form的方法 顺带一提啊 这个时候呢 变身音效是全部从腰带里面发出来的 这个手机完全没有在进行发声 那么climax form的玩法 大概就只有这么多了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有观众要问了 哎呀guess啊 我记得lina form也是用这个手机变身的呀 难道这一次没有收录吗 当然 是有收录的 要为什么 因为这条腰带很贵 没错 lina form 梁太郎凭自己一时变身的电王形态 他的音效呢 也是可以被触发的 那么想要变成这个lina form呢 要先把这个catalus装上去 跟刚才一样 把这个腰带插上去 climax form的变身音效响起来了 没事 我们不要管它 拔下来 再插一次 可以看到这一次插上来之后呢 就没有响起任何的带机音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 直接进行这个pass的扫描 那么这样呢 我们电网了最终形态 lina form就变身完成了 想要触发lina form的必杀计呢 也很简单 跟刚才一样 按一下这个必杀按钮 第二个必杀计呢 也很简单 直接刷下这个pass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梁太郎的原唱必杀啊 那个电车展的那一幕 电网也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啊 我看电网的时候还是个屁孩呢 虽然现在也是 这个Katalos呢 不是附属了两个BGM吗 它呢是有一个叫做BGM Standby的机能 就是说变身之后 它会自动响起它的BGM 比如说我们想要在变身完成之后 响起我们这个电网的OP 操作也很简单 长按这个列车按钮 想一下呢 就是说变身完成之后会响第一首歌 刚才听了一下 第一首歌是战斗曲啊 不是OP 我们再强烟一下这个按钮 听到它响了两次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变身完成之后 就会响起我们这个电网的主题曲啊 下它的音量 最后在这种人间出现出发 现场之后 感觉着一下 北海银 这种人都不影响 都不影响 在那种人都不影响 这种人都不影响 就会操作 有机会 他在这种人里的声音 更往后 对 好 果然這個腰帶最上有BGM 和台词才有气氛嘛 想要听这个Katalos全部音效的朋友呢 可以换到第二批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这台手机的所有玩法 我们就介绍完了 下一期呢我们来介绍这个居电王 喜欢的朋友呢 点赞硬币关注 お願いします 我是KS 我们下一期 如果还有下一期的话 再见